孙老师听说您今天要带我们看一个南博的镇院之宝是吧 是的 那就是这一副竹林七弦与永喜七的天香专画 同时它也是我们国家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之一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中间就是姬康和软吉 姬康它在弹奏古琴 软吉呢它在吹口哨也就是长笑 那么姬琴软笑这个词由此而来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专画上面不只有七个人 我们还出现了第八个人 这个我只听说过竹林七弦没有听说过竹林八弦 画面最左边的这一位它其实不是竹林七弦之一 而是永喜七 那么永喜七呢其实是要比竹林七弦所在的年代要早很多的 它是春秋时期的人 我之前背过朝代歌 就是我知道春秋时期的人和竹林七弦不在一个朝代啊 小朋友这个疑问问的非常的好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仰慕同趣 仰慕和自己相同趣号的人 这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